我現在右眼我只有一乘是力 一乘是力其實距離失明也不是差很遠 其實我現在主要是靠左眼 所以我現在和同事開玩笑 所以我最能夠一眼觀測 的確是有些時間好像沒有進展 其實我個人一向都很樂觀 但有些時間都不是說自己情緒低落 而是開始了解病人 就是他有慢性病或者有什麼病的時候 為什麼病人會情緒低落 就是自己開始了解到為什麼 而不是單純從一個醫學的層面去理解 有某些病可能會有瘋狂或是感情 而是在過程中自己更加能夠體驗到自己的情感 更加在情感來去理解病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所以對我來說都是一些挺好的經驗 因為這些事情如果不是經歷過 自己又體驗不到 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建立一間智慧醫院 包括了三個主要的元素 一個就是一個全面電子化的病歷紀錄 就是Paperless的無紙化 另外一個就是用一個移動的技術去支援病人的流程 第三個就是要利用現在的所謂物聯網去支援運作 就是能夠改善我們整個成本效率 其實每個醫院都會有它的定位 以及有他們的角色 我想我們基本的定位就是 以我們所謂社會責任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定位 我們所謂的社會責任就是我們要提供一些 就是比較一個合理價格的 有高透明的一些私營醫院 在這個過程之中其實我們是很著意 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主導的時候 就很著意如何能夠配合政府的政策 因為我們的承諾其實是政府在整個 推動醫療改革的一個環節 所以我在之前有些訪問都提過 就是我們是一隻棋 就是這隻棋就是 大熱做一隻 是的 它是政府動我們的 是一隻棋 當然這隻棋 我希望我自己是一隻後 不是一隻桌 整隻都可以變成後的 在國際象棋 一隻桌走到尾就可以變成後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在整個系統裡 發揮到的作用